在《西行记》中有些角色堪称,单挑无敌比如说,三亲是天界的创始者,他们法力高强,六界之中几乎没有敌手存在,与其今几乎是同期出现的。 而在这三位大神之中,原始天尊又是法力修为最高的一个,战斗力也是无人可比。 灵宝天尊就比较柔和,主创造之神,而虚伪的道德天尊就是左右逢源的一把好手,单挑的话他们都不会亲自出手的。 然后龙族战斗力其实也不算太弱,尤其是远古龙族那家一脉与三亲是同一时期出现的神。 蕴含强大的力量,就算是帝师天看见他也要退避三射。 他体内的斗魂拥有强大的力量,在隐居于外天之后,他还会使用龙人和加洛洛来增长修为。 熬雪就继承了他的黄金龙魂,觉醒之后也是难逢对手。 最后要说单挑无敌的角色,那阿修罗的战神罗侯肯定少。 不了,他出身地剑,在阿修罗族经过训练的时候,也是被迫吃下了自己无数的同伴。 修为才能逐渐增强,最终成为一代战神。 就连帝师天都不是他的对手,那么这么多角色你认为谁单挑更强呢?